歡迎大家來到B科學 B科學是說什麼呢? 我們當然是說一些很科學的東西 我們說一下時辰八字可否隨便給別人 我們這個節目是說科學的 你覺得時辰八字可否給別人 除非要結婚或算命 才會給師傅批一批你的命 否則呢? 否則也不會陷害 否則是保密 你怕什麼呢? 怕人家下降 下降頭 對 只是扶袖 其實你所說的都是不可以說錯的 也是觀點與角度 其實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時辰八字 我對元學只是覺得它是一個統計學 和一個透明術 因為我沒有宗教背景 我沒有道教或法科的背景 時辰八字你想想一件事 當然如果那些人是立心不良的 他真的可以用腐法 即是用妖術去做一些法 去害你 加害於你 但事實上我們想起一件事 如果那個師傅真的夠力量的 夠功力的 他不需要拿你的八字 他可能看這張照片 見過你 或者他去冥想想一些東西 已經可以拿走 如果他的功力夠的話 當然你可能說有些功力不夠 他拿你的八字 那沒得說 但一般來說 我覺得時辰八字 就不是真的很多人想到這樣 我的八字我要收起來了 我不可以給人 媽媽說的 八字是不可以給人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們最近某個國家 不是有個小王子出生的 其實他們出生的時辰 其實根本上全世界各個都很留意 他幾點鐘入醫院 正確幾點鐘 正在記錄的時間 你在很多雜誌裡面 很多名人 甚至出生的時間 尤其是西方國家 你已經可以看到 那怎麼辦 你可以說 那我就可以作法 放車他們的命 挺好 因為出生在一個皇室家庭 如果可以借運 我就可以借他的運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如果真的要借運 或者真的要拿一些八字去做什麼 為什麼我不去拿一些 一些王子 或者公主的八字 而你拿你的八字 除非你的八字 真的比他更加好 所以我覺得 有時時辰八字 因為我們由於中國人 我們的傳統覺得八字 因為我們受很多圈 覺得降了 很多東西 我們看很多電視 不要亂給人 時間不能給人 其實說真的 我們算的 四處 那四處 根本上 我拿了你連月日 是差時 那裡也是一個 其實都可以推算到的 變成你說 時辰八字 是不是真的這麼晚 我就可能有一點觀點 和其他師傅的看法 有一點出入 明白 好 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 都是去這個網站 HK026.com 下集見 拜拜 拜拜